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走线 再来关注一下偷渡 前几天我关注的一个天哥 他现在已经开始北上走线了 先希望他平安 那么今天我看到了一个令人比较惋惜 一个悲剧事件 此人了出事了 是一个湖北籍的女孩 他是在走线的过程中 从巴拿马那边不是要坐船 然后就撞船了 撞船之后有一个人死亡 咱们来看一看具体的细节 看看这个流程记录 这里说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昨天晚上知道队友走了 但是今天才知道是撞船了 同船的以为我走了 我晕了五六分钟 现在脑后还有包 脑前脑后还有包 这是一个幸存者他说的 看细节是坐的快艇 那就是了消息封锁了 死了一个女的四个受伤 6点多排队坐的快艇 骑马线女的当场没了一个女的 照片是有我是看了 推特上有我就不放了 现在就是说要通知家人 他今天晚上的船出事了 他坐的李白的船出事了 然后聊船上扶了一个女的 现在还不确定 那现在就有人确定了 聊天的时候还没确定 现在就是已经是确认了 这就是说北上走线这么一条路线 很多时候吧 人们会有一个什么呀 叫幸存者偏差 什么叫幸存者偏差 那就是你只看到成功的了 你没有看到失败的 就好像在这个投资市场领域啊 你光看到谁给谁赚了几千万 赚了几个亿了 你没有看到那些倾家荡产的人 你光觉得你也能报复啊 你也参与进去了 结果被割的啊 倾家荡产也有 包括这个北上走线呢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前年那时候啊 就有中国人摊进去 本来那是一个大捧车难民啊 那是索罗斯他资助的一些这个 呃为了让美国就是进来更多的人嘛 大捧车难民 本来是针对南美的人 后来呢 就是有一个中国人他进去了 当时我这边有朋友跟我说啊 关注了一个叫小恐龙啊 他也是推特上直播走线 他不应该说是第一个啊 去穿越的 但是呢 他是第一个在网络上直播的 而且是爆火爆红的这么一个中国人 然后呢 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跟进效仿啊 参与进去这个北上走线 那么这个北上走线是很凶险的呀 啊 我们光看到有很多人到达到了美国啊 住进了什么宾馆 或者说是被安排好了 然后呢 呃也领到钱了 那是幸存者偏差呀 也有人啊在边境啊被控制了 被黑马绑架了 要钱财啊 你过一个人得给多少钱 这种事情很多呀 但是这个媒体能够天天报吗 或者说有些人他已经人已经死了没了 他没有机会去做直播了 没有机会在网上去发消息了 这种现在有没有肯定有 今天咱们看到这么一个事啊 只是被爆出来的一件事啊 一死四伤 那么没有被爆出来的还有多少啊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那些参与北上走线的人 这个人身安全 你怎么能够去啊怎么能够去保障啊 要说到这个啊 逃港啊 一提到这个北上走线 我马上我就想到逃港了 之前中国呢是发生了一些那个大逃港啊 大陆就是称之为大逃港 在香港又称之为偷渡潮 当时的大逃港呢是分为四个阶段啊 就是首先第一次呢是在57年的时候啊 中国呢是实行一个人民公社啊 第二份呢是从1961年大饥荒啊 人民公社呢就是吃大锅饭啊 啊61年呢那就是开始大饥荒之后 大饥荒之后都吃不饱饭呢 啊这第二次第三次呢是1972年 那也是这个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 第四次呢是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啊 这个刚刚松懈下来啊 人们就开始啊大逃港跑到香港去啊 在这里呢咱们也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你看一看这些老照片啊 大逃港的老照片啊 这些人呢去到香港啊 当时呢也是怎么说呢 香港的官方他们有时候也想去想镇压吧 但是出于一些人道主义吧 又不能够镇压的太绝啊 但是呢在香港的华人帮助不少很多 反正也是蛮可歌可气的吧 这是一些路线啊 从广东省有的是跑到中山澳门过去 有的呢是从深圳过去 有的是从无从山那边过去啊 无从山我还爬过那个山还是比较高的 有的呢就是啊从这个海里啊海边 从那个大大澎湾那边过去啊 大澎湾那边还有一个东西冲的海滩风景也是非常好 这是当年大澎港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大澎港呢 因为我是想去说一说这个时代背景的问题 香港那个时期啊 英港时期啊 我们比较就是著名的人物是谁啊 是撒切尔夫人啊 包括英英国撒切尔夫人跟邓小平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邓小平呢也就说了很多强硬的话啊 你不把香港还给我们 怎样怎样 那你得知道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西方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那是一个保守的西方啊 我还记得撒切尔夫人曾经在国会上说过什么话啊 就是说我们应该啊就是抵制这个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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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 我们不应该向纳税人征收太多的税 我们应该要让这个社会充满活力啊 就是一个小政府啊 然后呢低税收 然后呢藏富于民啊 这是撒切尔夫人他的这么一个执政理念 那时候呢也是一个相对于保守啊 大家要记得啊 越保守的那个这个这个西方国家 他这个社会形态 他对于难民呢对于移民呢就越比较排斥 因为你移民过来难民过来肯定会冲击当地的文化经济宗教 以及这个社会啊 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这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保守的政府 他们肯定是不欢迎难民的 嗯也可以说 一个月保守的这么一个国家吧 你要是过去之后反而你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保守他不想去接受难民 不想去接受移民 那么你要是突破这么一个坎你迈过去了 跟你竞争的人 跟你卷的人就很少 啊 所以说在什么70年代80年代 呃那个时候呢移民到美国的人相对来说呢 还不是很多跟现在比真的不多 但是那个时候去的那些移民华人啊 他们就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美国梦 你看北京人在纽约呀 我无数次在节目里面提北京人在纽约了 王启明刚开始说受罪吗 受罪吃苦受累 但是后来呢 确实也能够呃 事业有成了 住大别墅了 呃开豪车了 是吧 这是之前的美国梦 但是当一个国家过度的开放包容 你在过去的时候呢 反而你就没有这么多机会了 人与人之间就太内卷了 所以说才传出来前一段时间 洛杉矶啊 为了获取身份啊 去打工 然后呢去举报老板啊 出现了这些事啊 为了呃 额房东的钱 是吧 在房东这个什么 这个 培养什么煤菌啊 让这个房子发煤啊 然后呢还拿水泥灌这个下水道啊 这不是卷吗 是吧 这就说明这个欧美现在也是不太好混了啊 啊 那么说到这么一个北上走线 这有人已经是在路上出事了啊 啊 那么现在还正在路上的是谁啊 那是呃天哥啊 天哥这几天呢 我也在关注 包括他在厄瓜多尔基多呀 接受的采访呢那一期节目呢 我我也是看了 然后呢 我还是怎么说呢 我喜欢天哥这种人的性格啊 他去哪里他追求自由呢 他追求梦想 我是支持的 呃我相信天哥这种人品他到了美国 他起码他不是负资产 这是我个人对于天哥的认识跟理解 是吧 那么在这里啊 如果说天哥你能够看到我这期节目啊 或者说谁看到了这期节目呢 给他带个话 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啊就是在这里呢 呃给天哥也是同时给那些走下的人提一些建议吧 生命最重要吗 是吧 穿越雨林的时候吧 你最好是穿长袖啊 你不你穿T恤可以 你最好戴一个套袖 因为这一路上的蚊子非常多 包括腿也是 你不要穿短裤去穿越 你得穿一个长袖 你不穿这个长裤的话 你也要去买一个那个足球袜 足球袜一直能够护到膝盖的足球袜很长的 这可以有效的避免在穿越雨林的过程中呢 去避免蚊虫叮咬啊 这是一块 另外呢 一定要买一双好鞋 这个鞋 这不能不能省的 最好是啊 这个防滑防水的鞋 这是最重要的 穿越雨林 你难免会走那种比较泥泥的道路 如果说你的鞋里面进水了灌水了 或者说鞋磨破了 或者说鞋不防滑你一下摔伤了 这都是很致命的很要命的啊 这是对于走线啊 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反对走线 有很多人呢就是支持他们追求自由的权利啊 在这里呢我也就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吧 我不支持也不反对 但是呢根据个人感情来说呢 有些人呢我是支持他追求梦想的 祝福吧啊祝福吧 现在呢美国呢我也批评不少啊 批评美国的节目也是做了很多啊 也雷区踩了不少 嗯 在这里就是说到了那边之后 可能每个人的机遇不同 运气不同 遇到的人不同啊 有的人遇到好了吗 有的人遇到的坏了了吧 有的人到了这个呃 政策比较好的州 有的人到了政策比较不好的州啊 甚至说有些人啊 你跟那些命贵阶层混在一起 怎样怎样你天天去想着去耗羊毛 喝酒的耗羊毛 耗资本主义羊毛 那这个虽然说我不提倡 是吧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如果说有些人到了美国之后啊 可能啊刚开始吧 你打黑工吧 你只能是打黑工 你喊他怎么样 你上来就给你绿卡不可能啊 你打黑工 看看是也要吃苦啊 天哥呢 在新加坡呢 也吃苦啊 天哥还是有那个A2驾照的啊 如果说你开个出租车司机 或者说你在仓库里面开个什么 仓馆开刹车干嘛 一个月呢也也也也也能挣够吃的啊 如果说是踏踏实实啊 不给这个社会添堵 那你这样的人去到美国呢 还能够是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啊 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大环境如此啊 民主党这个老是这么折腾啊 你我对于未来的美国我是比较悲观的啊 未来的美国是比较悲观的 就好比那个大逃港时期啊 1979年是第4次大逃港 那时候人们去到香港 但是1979年之后呢 马上中国内地呢 又迎来了一波活力 是吧 虽然在体制上 它还是一个独裁体制 虽然说到了89年 又搞了一个出来个六四运动 但是从80年到89年 我个人认为是中国这近代史上 唯一一段啊可圈可点的 政治上非常宽松的时期啊 虽然说在83年 那个时候也出现严打 怎样怎样 但是你相比来说啊 跟现在比那个时候宽松多了啊 80年代啊 你看在音乐上 那个也出现了像什么 呃呃呃呃 什么这个什么啊 一无所有啊 呵呵 这么一摇滚啊 催剑啊 是吧 文化上开始有些活力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啊 现在去到了美国 我怎么也给我一种感觉 是吧 美国现在正在烂呢 真的烂呢 烂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 你说这民主自我修复制度 什么时候能修好呀 我心里没人谱没底啊 啊 只能够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啊 祝福吧 啊 去到那边之后呢 希望能够实现美国梦吧 啊 那就先说这么多